李田信走过去问 出什么事了 有人回答说 傅佐公走不动了 正好这时候 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了 朝大家喊了一声 那是谁坐下了 大家都不回答 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 赵队长你看 傅佐公坐着不动弹了 赵来福上前大声问傅佐公 你怎么了 傅佐公说 我走不动了 快死了